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过去的五六次的降息循环 它的历史经验不一 我今天会跟各位说明一下 到底我们该怎么去思考降息这件事情 对股市它可能会造成的影响 以及未来我们的资产配置跟布局的方向是什么 有人问到说YT会员的事情 现在目前还没有定案 所以等定案了之后再跟各位报告 那也提醒大家金融诈骗 就是千万不要把您的钱汇到 这个所谓不知名的账户 那打着我的这个名号说 那请您汇款的全部都诈骗 最近很夸张 连那个什么乌干达难民 这个墙壁上搞一张我的账片 那事实上那都可以用 这个图刑合成的 然后说去解救什么 这个非洲的难民 请您捐钱 这些全部都是诈骗 也提醒各位来注意 那今天我先准备一张很重要的表 给各位来说明一下 从1980年代以来 历次的这个所谓降息的循环 应该讲吧 暂停升息之后 美股的一个表现 因为本周联准会即将召开 今年7月的利率决策会议 那市场现在目前 预估升息的几率高达90% 也就是说铁定在生意码 如果在生意码的话 联邦基金利率 就会来到5.25到5.5的区间 这个也是17年来 最高的一个利率 那市场比较热观的预定 明年3月开始 联准会降息 那明年大致上 一般市场的看法 这个利率期货 所显示出来的状况 是会降 这个一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呢 利率会从现在目前的4点 5.25到5.5 我讲的5.25到5.5 是今年7月 预期升息一码之后的利率 降到这个明年底呢 会到4.25到4.5的区间 也就是说会下降 这个一个百分点 那通常来讲 一个百分点的利率的下降 会是分4次 每一次呢 是一码的一个情况 分4次来降息 那一年联整会开8次会议嘛 也就是说呢 会这个用跳倒式的方式来降息 隔一次会议 隔一次会议 隔一次会议的方式来降息 从这个明年的第一季度 就会开始预期 就是进入到所谓的降息循环了 那是真的有 卢市长这样子的一个乐观预期 利率会这样走吗 我们先暂且不论 因为这个利率的变化 关系到整个经济的情势 也关系到通货膨胀的情势 这些呢都是很难评估的 也就是说后面 这个通膨到底会怎么发展 以及美国的经济会如何的变化 你现在这边说了千篇道理 我想都不一定准确 所以我们这边先不去评论他 我们先讲一下吧 这个暂停升息 应该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事情 至于说降息是什么时间很难讲 那暂停升息 为什么讲比较确定呢 因为现在目前美国的经济情况 讲实在并不是一个极度热度的一个状况 那以及呢这个通膨也明显的下降 所以比较上期待就是进入到我们上集所讲的金发女孩经济 也就是说经济不忍不热的一个状况 那经济不忍不热 当然就不需要再继续升息 所以说暂停升息是比较大几率的一件事件 就是说7月之后呢 可能联准会的利率就会一直停在5.25到5.5的区间 那暂停升息之后美股到底会怎么表现 我们用这个今年第一张图来跟各位做说明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列出了几个时间点 这都是联准会在升息循环之后 暂停升息的时间点 你可以看到像1984年 这个8月暂停升息 1989年的2月暂停升息 1995年的2月暂停升息 2000年的5月暂停升息 以及呢2006年的6月暂停升息 然后2018年的这个12月也是暂停升息的状况 那在这6次暂停升息之后 那到标准普罗500指数平均的涨幅达到12.5% 这个是6个月之后 它平均的涨幅是12.5% 上涨的并不是下跌的 那一年之后呢 平均的涨幅是16.7% 那三年之后呢 平均的涨幅高达46.2% 五年之后啊 平均的涨幅高达70% 也就是说暂停升息 你拉时间这个越往后 时间越长的话 它的涨幅是越大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1984年那一次 六个月后的这个涨幅呢 是9% 那1989年暂停升息啊 它的六个月后的涨幅是24% 那1995年2月暂停升息涨幅是19% 2000年的五月暂停升息 当时因为遇到了所谓科技泡沫的问题 出现了6.4%的一个下跌 这个是在这个6次之中啊 唯一一次啊 6个月之后啊 股市下跌的啊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2006年的6月啊 它涨了11.4% 6个月之后的一个报酬 那2018年的12月暂停升息之后呢 大涨了19.7%的幅度啊 好那这个是在6个月后那而至于12个月 三个三年跟五年我们就不说了 好让各位自己去参考 那各位可以注意哈 2000年跟2006年 这两次的暂停升息 因为这个离我们时间点上是最近的 所以我们把它拉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而且呢 这两次啊 其实呢都出现了三年之后 它的平均是下跌的状况 那其他的四次啊都是上涨 那只有这两次啊 三年之后 那个美股啊是惨跌的哦 各位可以看到2000年那一次的 呃停止升息之后呢 三年之后 哦 它的这个标准普通500指数跌幅 高达35.6% 那2006年那一次呢 三年之后的一个跌幅呢 高达27.2% 都有三成啊 到接近四成的跌幅 那另外五年啊 各位看到2000年那一次啊 甚至五年之后标普都还跌了20% 所以各位就知道就是说呢 呃不见得暂停升息之后 拉长到三年五年 美股会上涨 因为呢 有2000年跟2006年 这两次例外的情况 呃我们从1980年代看 有六次 这个升降息循环 呃之后的一个状况 我们得出了 呃这样子的一个呃表格 给各位来参考 不过呢 total而言呢 如果你说你把这六次平均下来 其实都是正报酬的 那你要相信这个 呃所谓平均数吗 还是你要觉得说呢 呃这个变异数必有其原因 我们等一下就来推敲 为什么2000年跟2006年 这两次会出现 跟其他四次 呃暂停升息之后呢 股市截然不同的一个表现 各位看到这一张图 是2000年以来联准会的利率周期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到2000年这个5月16号 联准会呢是呃那一波升息循环的最后一次 他升息两码 那联邦基金利率当时来到了这个6.5的一个高点 那隔半年的时间哦 2001年的1月哦 才隔半年哦 也就是说他升息停止之后呢 隔半年他很快就开始降息了 各位可以看到他从1月哦 这个当年2001年的第一次的这个议席会议呢 他就开始降息 而且呃当年呢是每一次议席会议都降息啊 哦这个你可以看到他都是以这个呃两码两码的方式下降了哦 哦直到这个12月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降息的幅度啊哦缩小到这个一码哦 那他从这个年初的时候呢 6%的联邦基金利率呢 一直降到啊年底只剩下1.75了哦 连续的快速降息 为什么因为当时啊出现了所谓科技泡沫的问题哦 那科技泡沫呢呃呃这个突破了这个纳萨克指数哦 所以呢导致了这个呃美股的大跌哦 联准会呢立马哦降息救市 这个事实上哦 事实上这个美国的科技泡沫啊应该这样讲也就被联准会给戳破的了哦 因为零呃2000年的时候呢 他把利率拉到这个6.5 利率拉到这么高哦 那在伴随的股市已经涨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时候纳萨克指数涨了5000多点哦 各位应该还记得哦呃生计股哦 包括这个DOTCOM相关的股票全部都大涨了 那时候叫做本孟比嘛哦 也就是说呢根本不要去谈什么本益比的问题 好就本孟比哦 有点像最近AI这样的这样的上涨啊哦 就是说这个本益比不重要哦 我们要看成长性哦 这个DOTCOM那时候从 呃1990年哦开始booming哦 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到最高点哦 那整个10年的一个进程哦 有点像是这一次呃 AI的一个呃细码重演哦这样的状况哦 那联准会把这个利率拉到6.5呢 戳破了这个DOTCOM bubble哦 戳破了科技泡沫哦 所以呢整个泡沫爆裂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发现哇这个一下这个泡沫爆裂哦 这个问题也蛮大的哦 可能会影响到经济哦 也影响到这个呃所谓资产价格 所以呢立马哦赶快降息 但是来不及哦 你可以看到他虽然年底降到1.75 但是股市还是大跌哦 股市大崩盘哦 尤其是美国那个纳萨克指数 真的是跌到呃惨不忍睹哦 纳萨克指数跌幅是比那个标准普洱500指数来的大 我们刚给各位看的是标普 那之后呢 各位看到2002年的11月年底的时候呢 哦 他就这个再次降息了两码哦 把利率降到1.25 2003年的6月哦 他再又降一次哦 这个降了这个呃0.25哦 也就是说呢降一码 把利率呢拉到一哦 那也就是说美国当时史上哦 最低的联邦基金利率了 出现了就1% 在2003年的6月哦 出现了1%的一个史上最低的联邦基金利率 哦 那这样的呃 经过了这个2001年02年03年哦 到03年年中的一个降息循环呢 哦 大致上把美国的整个大抗bubble哦 呃 所造成的这个金融资产价格的大跌哦 给稳住了哦 哦 稳住正脚 但是美股也历经了这个三年的大跌势哦 所以各位给我看到说 为什么2000年那一次哦 美股跌到了甚至5年都还是一个负报酬哦 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整个呃 这个大抗bubble哦 科技的泡沫实在是太大哦 吹破哦 炸破之后哦 整个爆破的力量非常的惊人哦 尽管联准会经过了这个两年半的降息循环哦 把利率降到1%哦 历史的最低哦 也才能稳住哦 这样子一个颓势了哦 好 那之后呢 因为是市场的情况已经稳住了嘛 所以联准会就开始在再度好主导了一个升息循环 从2004年的6月哦 那他开始升息一码把利率拉到1.25 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他一路拉哦 那这一波的这个升息循环哦 他其实利率拉的是非常缓慢哦 拉拉的时间非常久 从04年的年中哦 6月哦 一直呢 这个利率呢 升到了多少 升到了这个5.25 5.25是什么时候呢 是06年的年中哦 你看04年05年06年哦 经过这个呃 三年的一个时间哦 他把利率呢 重新从1%哦 拉到5.25哦 各位看到他每一次哦 都只有升一码哦 非常缓慢的这个升息的方式呢 哦 把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又拉到了5.25哦 那拉到5.25又拉到一个高点之后呢 这一次的高点他戳破了是什么 利率的高高位啊 他戳破的不是科技泡沫 因为上一次是大抗bubble嘛 科技泡沫 这一次出破的是史上非常著名 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房贷哦 次贷风暴哦 Supreme哦 因为呃 04年之后呢 美国整个房产了哦 应该讲2000年因为资金宽松哦 到这个呃 最史上最低的1%哦 所以呢 大家疯狂了哦 就去炒房了哦 之前炒科技股 现在去炒房去了哦 结果呢 资金大量的因为低利率涌进房地亚市场 把美国整个房市搞得非常投机啊 什么佛罗里达州加州哦 一大堆哦 这个房市都乱乱涨大涨 然后每一个人呢 都在做这个买房哦 转手卖出了这个套利的梦哦 甚至这个呃 比克夏那个电影有演哦 一个哥在这个跳脱衣舞的 钢管脱衣舞的这个呃 女生啊 没有正当正常工作的 跳钢管脱衣舞的女生 他那个经纪人去去那个访问他说 哎 你这个有没有买房子 他说有啊 我买了三间 跳钢管脱衣舞的女郎买了三间房子啊 哦 就是那他不在乎这个房子哦 他能不能还得起这个贷款 他只要认定房价持续上涨就没问题 哦 当时的风气是这样子哦 所以呢 就把这个美国整个房产的泡沫吹得非常大 哦 那利率拉到5%呢 又接就戳破了这个房产的泡沫 哦 那各位可以看到哦 这一次的时间哦 呃 利率在高点的时间哦 停留稍久哦 因为上一次2000年到2000年 利率在高点的时间就停留半年 这一次呢 哦 各位看到 这个2006年的6月停止升息之后呢 2007年的9月哦 差不多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一年又一季度的时间呢 他开始降息哦 那上一次呢 2000年的时候是半年的时间就降息了 这一次稍微停久一点 就在高点停了久一点 那高点停久一点呢 其实美股继续往上冲哦 那时候并没有下跌 2000年的时候是马上下跌的 他是直接往下转哦 那2007年那一次他往上冲哦 往上冲了一段之后呢 利率停在高点一年半之久呢 后面才下跌哦 我等一下有图给各位看 你看了就知道哦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 出现了这个房产泡沫 然后呢 当时联准会也发现问题不对了 因为呢 利率拉到高点 房产投机嘛 整个泡沫爆发哦 他从这个2007年开始降息哦 但是呢 也来不及哦 因为降息呢 并不能解决这个泡沫的问题 因为整个颓势已经形成了 就是说这个 败向已经形成了 不管是科技的泡沫 或者是说呢 房产的泡沫 一旦这个泡沫开始被戳破 你尽管是降息 你也阻挡不了这种 所谓泡沫爆裂之后 这种腿 资产价格崩跌的颓势 哦 所以这个降息有没有用 没有用 你看就看到他利率降到1.5也都没用 哦 那这个股市继续大跌哦 就我们可以看到前一张哦 那个08年那一次呢 那么三年之后标普都还跌27% 所以为什么我要特别把这两次拉出来 就要告诉大家哦 也就是说呢 这个降息啊 哦 或者说停止升息啊 之后股市是出现了长期的上涨 还是出现这个呃大跌 要看了当时的这个泡沫吹的够不够大 如果说呢 股市来到高点 房市也来到高点 他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泡沫的要被戳破的点 再加上呢 这个额利率来到5%以上 各位可以看到2000年的时候是6% 哦 2008年的时候是5% 也就是说5%到6%这个利率 对美国的资产价格是绝对会构成 一定的伤害的哦 这个是毋庸置疑 所以现在利率又来到5%了 你不要说现在5%这个利率哦 对美国的资产价格 股市房市不会造成伤害 这个过去两次 各位看到了实际的例证哦 他是绝对会造成伤害 也就是说呢 他绝对会影响资产价格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那但是呢 影响资产价格 要看这个资产价格有没有涨到哦 泡沫大到哦 被戳破之后呢 整个资产价格会出现持续大跌的一个情况 有没有哦 这次才是关键 所以各位就要去判断就是说 那这一次呢 美国股市又重新涨回高点哦 然后呢 美国的房市的状况是如何哦 还有呢 不动不动产不是只有这个住宅的部分 还有商业不动产的部分 整体美国金融资产银行的资产状况 各方面我们都要去做评估哦 不是这么简单 只评估一两项而已 所以现在还不能跟各位讲说呢 这一次利率来到高点停止升息之后呢 整个资产价格会不会出现如同呢 2000年跟2008年那样子被戳破的状况 你就说啊 现在股市到底够不够疯狂哦 股市到底够不够膨胀 AI的一个上涨到底会不会是这个大抗的翻版哦 现在很难讲为什么 因为当时大抗各位知道哦 那啥个指数啊 涨到5000点啊 那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疯狂啊 那疯狂的程度比现在还疯狂啊 如果各位在2000年的时候有功逢其胜的话 那完全没有赚钱的那种大抗的公司啊 股价都可以炒到不知道多高啊 公司根本没有赚钱哦 就这样的萌炒特炒 那还有那个他那时候不是只有炒这个大抗股 他炒还有炒生计股哦 生计跟这个大抗一起炒哦 炒到这个那啥个指数涨到5000多点 那现在AI有没有这么疯狂 可能还没有哦 因为那时候大抗酸酿了10年的一个呃 这个的让嘛哦 那你说啊 AI现在目前才刚刚开始哦 今年可能才是第一年对不对哦 所以呢有没有达到这么疯狂 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没有到所谓的 像这个Docom Bubble这么疯狂 但是如果AI继续哦 再个再个一年两年这样的狂涨下去 那那那我认为这个后面可能这个成 这个时机就成熟了哦 也就是说呢 终究资产价格会出现泡沫爆裂的情况 只是说那个泡沫表面张力啊 到底有没有大到一戳急破 而且呢一破之后呢 整个颓势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 这是重点啊哦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一个点哦 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看事情不能只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也不能从所谓的过去六次停止升息的平均数来看哦 因为呢这些平均数是给各位最大的一个盲点哦 也就是说你看啊你只要假设说我们上面那个六次都不看 你看下面的平均数你看三个月哦 六个月这个三年五年全部都上涨哦 六年六个月一个一年这个三年五年都上 大丈夫没问题啊降息就是股市后面大涨那你可能错了 为什么因为你你漏看掉你没有看细节那个零2000年跟2008年那两次情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到三年后五年后还是重跌的一个状况 好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说啊在股票市场里面啊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多头你赚到钱啊空头你又能避得掉哦 这才是赢家假设说你多头里面赚到钱在空头里面全部回吐哦 还不够那基本上你多头赚再多也没有用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多头上有没有赚到钱哦 那个是一回事你能不能真的避掉空头避掉那种所谓的大雄市 像去年这样一跌跌二三十percent哦 这样子能把它避掉哦甚至像08年2000年那时候美国股市一跌跌四成的啊 那不是只有跌这个二三十percent了哦 跌了四成这样的一个熊市把它避掉那才是真正最后的赢家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各位看哦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我讲完这张图哦 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哦很不好意思哦 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控制不好哦没办法把今天档案全部跟各位讲完 不过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哦的直播时间呢 我再就今天这个主题啊再重新给各位哦 review一次而且把它讲完整哦 来各位看一下哦 这个就是这个联邦基金利率跟标准普罗500指数哦 的对照图各位可以发现哦 过去几次的降息循环我们刚从08年以来几次的降息循环 你有没有发现标准普罗500指数还是缓缓涨 对不对哦 但是呢2000年跟2008年这两次就不一样 而且这两次后面都有伴随着所谓的经济衰退哦 他们都出现了从高点往下大幅跌落的状况 你看到跌的都非常凶都跌了四成哦哦到到最低的时候哦 但是呢2000年跟2008年又不一样了 2008年在这个利率高档停了一年半的时间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是比较长的哦 他的这个头部是比较时间比较久 他停了一年半2008年因为2006年年中就降息了 这个就停止升息了他的利率高档停了一年半的时间 股市呢继续往上冲 但是呢2000年到2001年那只有停半年 半年之后马上降息好 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那股市呢就出现很剧烈的下跌 所以你最后做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呢联准会好停止升息啊 我个人认为啊停留在利率高档的时间越久越好 也就是说呢只要你停了停了够久 基本上呢股市相对是安全的 各位我再讲一次如果2000年跟2008年的经验是可以被复制的 这就重点来了联准会如果7月是最后一次升息利率升到5.25到5.5 他可以在高档哦撑越久越好 如果说呢你发现他在高档撑个半年 他就像市场现在乐观预期的明年3月就要降息了 你反而要小心股市后面出现问题 如果说呢像2008年的时候他可以撑个一年半 好那后面股市还有一段可以上往上冲的了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嘛 因为他停一年停半年跟停一年半 他差了这个一年的时间 就代表他的经济能承受利率在高档的耐力 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呢经济体质够强 企业体质够强 他可以承受这个5%到6%的利率呢越久 哦那股市当然就有越有机会再继续往上冲 如果说呢他在股市这个利率一来到5%6% 他马上后面就可能半年就要降息 就代表呢他整个经济跟企业获利是 体质是完全承受不了 那就出问题了 所以最终还是取决于整个经济跟企业的体质 能不能承受这种高利率 所以高利率不是问题 高利率是像什么样的问题 高利率是消费者的问题 高利率是企业的问题 高利率是整个经济体系的问题 我今天就做这个结论给各位参考 我是阮木华 我们就下礼拜见拜拜 祝大家健康谢谢